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几位学生 他们是中部反黑箱课纲联盟的成员之一 但他们今天来到现场呢 他们要代表他们个人的立场 在台中的高中生 他们要来表达几句他们的话 给他们一些掌声 那因为前面刚刚有一些人 可能去坐车或离席 所以前面有一些空位 那如果在比较旁边的人 也可以到前面来坐 谢谢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是台中在地的高中生 其实参与这样的活动到现在 我的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多 那在这里我想问 全台湾的大人们一些问题 首先我最令我不解的是 为什么大人总喜欢把我们贴上 莫名其妙的标签 为什么大人总喜欢把我们抹上 乱七八糟的颜色 那些不属于我们的颜色 为什么大人总喜欢催眠自己 青少年没有思考的能力 青少年应该就是在学校好好读书 写好你的笔记 考上一所好大学 做好你未来的出路 大人们觉得 今天学生来做这些事情 他一定是有某些外力在背后支持的 他们不停这样洗脑自己 每看到一次新闻 我的心就痛一次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那么的努力 要去suppose这个议题 要去告诉大家 我们中心的思想还有目标 但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 不停地被抹上那些 不属于我们的颜色 我们最中心的思想 到底谁看到了 我们每次希望得到 外界的看法的时候 看到报纸 看到一些言论 我们都只看到 国民党只看到民进党 红袖柱只看到蔡英文 统派只看到独派 那到底是谁 看到我们学生的目标 我们学生的理念 我们学生的诉求 答案是没有 我真是觉得 一而再再而三 我们学生真的很累 不停地被这样子摧残 不停地 没有人听你的话 对抠名枪 我觉得 什么时候大人 该停下来 轻轻地 听我们讲话 我们真实的诉求 难道 这么的微不足道吗 我们只是希望 台湾能够有 更好的教育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弟妹 我们的未来 能够更加的光明 难道这样错了吗 我觉得 到今天 王小波先生的言论 请蔡英文女士站出来 不要再利用学生 我觉得 彻底地把我击溃了 我觉得 大人们 大人们 可不可以来 听听听我们的想法 来帮助我们 大人们 难道你要让我们 绝望地 不停地催眠自己 你们会老 我们会长大 等到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才有办法 决定自己的未来 我们真的不想要 这样洗脑自己 我们不想要 一而再再而三地 警惕自己 不要成为未来 你讨厌的那种大人 我们希望大人们 你们可以做我们的后盾 谢谢大家 欢迎 哈喽大家好 那个 我是中学人的轩哥 然后 我来自 味道高中 那 这个礼拜呢 天气比较不稳定 然后 下午的时候常下雨 然后去 呼吁大家 小心 场地失花 好 我现在是 升高二升 可是 为什么我要出来 用这些事情 这不干我的事啊 这是干我学历妹的事 因为我们希望 台湾的民族可以更进步 我们不需要什么黑箱 我们不需要洗脑 然后 我觉得很多政客 他们都搞错事情 他们每次做错事情 我下台 我没事情 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啊 我讲一个台湾民族的现况好了 好 有时候 国小生 学校会发一张宣传单 或是回调 给家里的儿童 回去写 上面的问题呢 写了什么 家里的管理是属于什么 然后选项就是 民主 维权等等的 然后 然后妈妈看到了 就说 民主啊 然后小孩就说 妈妈 可是 啪啊 我说民主就民主 这不是台湾现在的民主吗 对啊 大灵同学 有一些 积意的部分 一开始 去围教育部的时候 大家是用纸飞机 把它射进去教育部里面 那 呃 就是 大灵的 逝去 希望 它一致可以像 每一架子飞机一样 射进 教育部里 射进 每一个人的心里 让我们为台湾的民主 现在的洗脑克港 加油 对 然后 然后 我想 最后一句话 我反黑湾克港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大家 今天大家波荣来这边 我想说 这个 这个 集会快接近尾声了 我觉得 其实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每个人都是 就是 对立 就是 台湾其实 真的不缺对立啊 对 然后 我其实在这边 最想要讲的就是 我今天要开始感谢 感谢 第一位我其实 感谢就是 教育部长吴思华 欸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教育部长吴思华 他其实 没有错 因为从历届 从国民党 有这个东西开始 每一个人 他只是 照着 一个 体系 继续做下去 我继续做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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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一样的是谁 不一样的是 在座的各位 在读高中的 我们 我们 我们不一样了 我们 并不是那种 你给我一本书 我就照着读 然后去考试 其实 现在台湾 渐渐不是这样了 这跟全球化 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 但是 我要感谢 教育部长吴思华 让 台湾 跟台中 甚至每个高中里面 不同的学生 有相同理念的人 可以团结在一起 为一件事情 来奋斗 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对 我希望 大家其实 在把矛头指向 不同人的时候 可能是 国民党 可能是教育部长吴思华的时候 其实 我要 让大家想到的是 其实我们必须 用一个非常客观理性的态度去 做一些 我们的抗争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其实 我其实非常反对 大家冲进教育部里面 因为这样 一 这个 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宗旨 二 其实这样 会达到反效果的状况 因为 我每次很心痛的地方 就是 当 新闻一出来 我就会去看 下面 网友的回应 会去听 家长的 意见 其实大家 很支持我们 对 谢谢大家的支持 但是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 理性一点 对 我现在在跟学生 做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其实应该 要理性一点 去做一些 我们学生 做到 达到效果的事情 就好了 因为现在 不管是政党的 推 推崇 还是 不管是任何的力量 可能 学生 就直接 我 冲进去 我要在 教育部的中庭 我要在部长的办公室 其实这些是非常不对的事情 我希望 大家可以做一个 理性一点的事情 然后 我觉得 部长不能沟通 可能 部长不能沟通 对 但是 我觉得我们 我们要变成 可以沟通的人民 我们要变成一个 可以去 讲的人民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是 中华民国 现在是中华民国了 以后是台湾的警察 我希望 大家可以感谢警察 因为他们是 最无辜的 他们也许 有些 大概 100个里面 有一个很暴力 但是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 辛苦的一群人 对 在不管每个时代里面 都需要有警察 而且 如果你去台 在国外看过的话 你就会知道 台湾的警察 其实是非常良好的 所以 我觉得我们 必须珍惜 我们一些警察资源 否则 没有人 会为这个社会 继续做事情 非常的糟糕 谢谢大家